戴哥好,戴哥好。 OK,Bad Problem。 好,大家好,我是惠城教育的万老师。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早上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我们 惠城教育的这个小生初讲座的名校讲座系列里面的山拉曼中学。 这山拉曼中学,山拉曼年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中学之一, 因为一直以来她是西岛这边最好的学校, 并且去年的排名也进入了第一名。 所以我们今天特意邀请到了山拉曼中学的Julie Hichet女士 来给我们做一下讲解。 那么Julie Hichet女士她是山拉曼中学的一个招生的主任, 是非常的清晰而了解他们学校的所有的招生方面的一些策略的。 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蒙城教育成长论坛和我们对我们的支持。 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同时也关注一下蒙城教育成长论坛。 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开始。 我先邀请Madame Hichet来讲一下,做一下自我介绍。 然后呢我会在每一句,每几句话之后呢, 来给大家翻译一下, 那么Madame Hichet说的话。 这个讲座前面的介绍部分会与法语为开头。 那么我呢会用中文来给大家解释。 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 可以在群里面给我们发一下问题。 待会我们在问题环节的时候呢, 我们会给大家去回答一些这个问题。 。 OK,我可以開始了, Madame. Bonjour à tous. Bonjour, chers parents. Évidemment, je vous souhaite la bienvenue à cette séance d'information. Alors, séance d'information sur le processus d'admission pour l'année scolaire 2022-2023. Alors, je tiens à remercier, évidemment, l'invitation du Collège HC pour présenter notre collège. Donc, merci à toute l'équipe et merci à M. Wan de cette invitation. OK, je vais très sûr de faire ce que vous dites. Madame Richer, nous avons dit, aujourd'hui, nous allons parler de Chalaman中学, en 2020-2023, en 2021, qui a commencé à accéder à cette année de l'année scolaire. Chalaman中学, nous allons verter la différence d'information et de l'année scolaire. Nous, nous nous darons en vue et nous remercions nous de nous réunir Pour nous de préparer à la prochaine vidéo. C'est une échecule, c'est une échecule, en ceci, donc si vous avez des questions, si vous avez des questions, le plus de l'a dit, vous avez des questions sur votre question, c'est un peu plus. 待會我會給大家介紹的 OK 謝謝你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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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講 主要的 服務 和 教育 教育 OK Madamu Gichien 是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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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北军的山上 我们在城市的地区 在古墩地区 在一个圣获处 在简直到简直到 正在坡举的河湖 那女士先生先生先介绍一下 晓得山山中学的一些基本情况 其中第一点就是 晓得山山中学 founded 是在1969年建设的 并且地址是位于西岛的边缝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 离河边是非常近 这个是学校的地址 如果有家长之前不知道 小浩漫在哪 可以通过这个地址搜索一下 在最初的地址是一个小学 是一个小学校的地址 我们有一个小学校 每个小学校的地址 今天是只有一个小学校 今天是有九个小学校的地址 的地址是中学校的地址 我们是在设计多多多的地址 我们是在设计的地址 从10,000m2到147,000m2 我们看到我们有发展,建立新的空间 为能够提供更多的人 和能够提供更多的服务 OK 女士介绍了一下 一个发展的经历 从之前在PFON的一些小学校 开始 那么Golet Salamani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建设 已经由之前的一个小学校 到很小的一个地方 到现在有非常强大的一个基础 和非常多的一个学生人数 那么其中现在小学和中学每一个年级 都有四个班级 刚刚说到了之前的话可能没有这么多 那么并且呢就是现在呢 大部分也是非常强大的 如果您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一月,我们在学校这一年在学校在学校中有1452学生。 所以,他们是分成互相关于学校,学校,学校和学校。 那么, 78学生等学校,734学校等学校等学校, 一共有1452名学生 其中有78名学生是在学前班 小学有734人 中学有640人 目前的一个学校的学生情况 今年 好 parfait 我们可以通过来的一段时间 嗯 voilà donc我们会谈论一段时间 我们会谈论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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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其中一学校的一学校 我们有四学校的选择 我们在对二学校的一学校 我们有23校的一学校 在第一学校 一学校的一学校 联系的一学校 一学校的一学校 是三学校 所以在一学校的一学校 我们有幼稚 然后我们有俚诚 一学校的一学校 而且它没有很多转移动, 所以我们的教育是很舒服的。 所以当它是完整,这些群组, 他们是23到35群组合。 好,小学部和中学部的学生有些不一样。 每一个年纪都是四个班。 但小学部的学生是在28到35的学生之间。 其中小学是28到35,中学是35。 所以大家也可以知道从小学到中学有一个人数的差。 那么这些人数差就是我们之前有说到的一些 由小学部的中学的一个外交的名额。 OK。 OK。 Alors, voilà, donc, pour discuter des frais de scolarité, vous voyez à l'écran, donc, on a pour le pré-scolaire et le primaire. donc, nous, on est une, une, un établissement scolaire accrédité subventionné par le 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Donc, ce qui fait que vous pouvez obtenir des subventions. 我们会说的一步更多 但我们说的课程是6300$ 因为是唯一的唯一并不编辑 你会看到的一步更高 的几乎比赛 是3535$ 我提醒你 这些课程是 是唯一的课程是 未来的课程是 我们现在的综颉国系也是企ní国的实气 í丶 法律生成全 acuerdo 也会许四季的特 꼭总部 但是你呢 对于入职搜厂 discomfort 象 en 상 see 决场 我刚刚移谈 down 我刚刚移谈 sawed 小学和学潜的许险 那么小学阶段的学费是受到政府的一个资助的 所以政府的资助之后 小学的学费是3535加币每年 那么除了学杂费只是学费 这个学费是在政府的资助抵扣了之后的一个学费 那么这个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3535这个学费 是在接下来2021年的9月份开学到2022年的6月份结束的这个学期 那么在接下来阶段2022年2023年 也就是明年9月份开学的那个学期的学费可能还会做变动 另外一点就是学前班的学费 大家可以看到是6300加币 那么学前班的6300加币是不受政府资助的 那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小字 那么这是学前班的6300加上其他的一些费用 那还有小学的3535呢 它是加上其他这些费用的 那么这里面说到了一点 我会跟大家也说一下 那么就是国际学生呢 如果是不会有政府的资助的 不能享受到政府资助的这个学费抵扣的话呢 是要交比3535更多的 那又要交7500加币了 好 OK 我还说也给了一些兼联系的 兼联系的兼联系 D'accord, parfait, excellent. Donc, effectivement, je vais aussi en parler plus tard comment une famille se qualifie pour obtenir la subvention dans la section admission et inscription. Alors, on peut passer au secondaire maintenant, secteur secondaire. Alors, madame Hichert, je vais vous présenter dans la suite de l'éducation et de l'éducation et de l'éducation pour vous parler de l'éducation et de l'éducation. Donc, je vais vous présenter dans la suite de l'éducation et de l'éducation et de l'éducation. Je vais vous présenter dans la suite de l'éducation et de l'éducation. Ok, je vais juste expliquer s'il y a des problèmes. Juste noter la page de diapo et puis on revenira dans les pages qui ne sont pas claires. Parfait, super, excellent. Alors, on peut passer au secteur secondaire. Voilà. Alors, on a, comme je le disais tout à l'heure, quatre classes par niveau, 35 élèves par classe lorsque c'est complet. Donc, pour un total cette année, on a 640 élèves cette année au secondaire. Donc, le frais de scolarité pour le secondaire est de 4175 $ et il faut ajouter 425 $ pour le programme d'éducation intermédiaire, pardon, qui est offert uniquement au secondaire. Donc, c'est pour un total de 4600 $ lorsque votre famille est subventionnée. Sinon, c'est autour de 9500 $. Ok, nous, nous, on a quand-à-tour. Pour l'éducation en milieu de chocée et la recherche de chocée, on en plus, on a pour-en oire de chocée., une année à l'éducation des chocées. Il y a plus de l'éducation des chocées d'éducation, nous, c'est-à-dire de l'éducation en milieu de chocée initiatives. On a délication en milieu de chocées, avec 1 000 $40. On a la recherche de chocée, nous nous aussi à la réagulagne dans nos chocées, 0! 是4175加币 那么这个是对于那些 可以享受政府的资助的学生 那么有4175 同时还要加上 IB课程的425 那么加起来就是4600加币 那么这里面有一点 可以向大家提及的 就是如果是国际学生 不属于PR 或者说是不属于公民的话 那么不能享受到政府的抵扣的情况下 需要交9500加币 直到能够提供PR的这个身份 那么待会我们会说到哪些情况 是能够接受的 除了PR之外 还有一些情况 OK 我们读到Bush 对 完美 现在我们继续 课程和课程 好 这个部分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课程 就是 我们来的课程 在课程中 是在课程中 的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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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上 和课程中 的课程中 在课程中 我们来看 我们在课程中 在课程中 在课程中 我们的课程中 我们的课程中 所观点 30 thèmes différents au courant de l'année justement pour découvrir tous ces mondes-là, tous ces univers-là OK 首先 我们介绍的是学生班的课程 学生班的课程 目前介绍是五年纪入 学生班的这个级别 那么 小学生中学 每年会给学生 一个非常豐富的 非常高要求的 那么这个课程在一个学年内 会覆盖到 30个主题的一个教学 每一个不一样的主题 和学生进行 教学和互动 OK OK Voilà, parfait donc à la maternelle donc le pré-scolaire 五年 il n'y a pas de cours d'anglais je sais que c'est important les langues c'est toujours très important de se développer par contre étant donné que tout le programme est offert en français du pré-scolaire jusqu'à la cinquième secondaire on met beaucoup d'emphase sur l'apprentissage du français au pré-scolaire donc pour vraiment développer un vocabulaire qui va permettre aux enfants de bien comprendre toutes les matières qui vont être enseignées par la suite OK 值得 跟大家 提醒 一句的是 在 学前班 阶段 的 夏浩曼 年的 课程 主要是 以法语 为主 所有的 课程 都是用 法语 去教授 那么 其中 有一点 就是 大家 关注到 的 学前班 是 主要 以法语 为主 没有 英语 课 那么 主要 在 学校 对于 学前班 的 孩子 的 一个 重点 就是 通过 对法语 语言 词汇 的 学习 来 适应 学生 对于 接下来 这一个 阶段 的 法语 的 比较 高 要求 的 学习 一个 水平 的 学习 OK 对 每一页 呢 我们 有 收集 小 QR code 进到 Salamania 的 主要 可以看更多 有关 Salamania 的每一个 阶段 他的 课程 安排 的 详情 OK 现在 我们可以 到 中文字幕 primaire 同时 同时 是 的 设计 的 设计 的 设计 和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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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有 自家 尼 小学 年 主要是 是 教育 所 给的一个学习大纲 那么从校围 所给的学习大纲的基础上 进行一定程度的加深 换句话来说呢 以我自己的话来说呢就是 这些学习的内容是比 其他的功效要来的 要更加的有难度 更加的丰富的 并且从小学开始 就已经有了英语课了 并且是三个级别 不一样的英语课 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 有三个级别的课程 三个不一样的级别 所以这一点 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OK 现在我们进行到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是 的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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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当然是 第二个 您的工作人员 您的课程中 还有 课程中 当我们的课程中 经济历 我们提供 350 设程中 其中一个 六个 人的课程中 的课程中 中学阶段呢这一点我们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的学前班和小学阶段呢 其实不是IB program 在中学阶段呢所有的年级 所有的班级都是IB program 那么所有只要是之前有家长在群里面有问到 那么是不是有IB班和普通班 这一点是不对沙拉曼年起作用 就是不是沙拉曼年的情况 沙拉曼年呢主要是所有的年级和班级都是IB班 那么同时呢 沙拉曼年呢它是综合了一个教委的大纲和IB program 两个在同时进行的 那么这个目的呢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因为所有在回省读书的学生都要参加一个审考嘛 那么审考是以回省教育大纲为基础的不是以IB program为基础的 那么同时呢IB program又是对回省教育的很好的一个提升和一个这个对这个整个program的一个补充 那么通过两个program的一个融合呢 可以在学术上面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上升空间 那么在学生的一个素质培养方面呢 IB program又非常好的向学生提供了一个面向未来的 提供个人的素质和个人情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和机会 OK OK Alors, tous les élèves qui sont admis au secondaire sont automatiquement inscrits dans le program d'éducation intermédiaire donc, si vous voulez en apprendre davantage sur le program évidemment, vous pouvez visiter notre site internet mais aussi le site internet du program d'éducation intermédiaire pour connaître tous les avantages qu'offre ce program OK 那,刚刚Madame Heche強调了一遍 就是所有正常注册进入被录取到了Sharamania中学的中学生呢 都是自动的被注册到了这个IB program下面 那么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有关IB program的一些优势啊好处啊 那可以进入Sharamania的学校的主页一方面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直接进入IB program的一个官方网站 去了解一下他的一些优势和其他的一些这个program一些比较 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在...其实我们上一次在介绍其他学校的时候 以及下一次我们介绍另外一个学校的IB program的时候 我们也会跟大家去详细地讲一下IB program和普通 program的区别 那么有听过我们这样做的家长呢其实已经有清楚知道大概是怎样的 那么我们下次还会再强调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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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art节的 中之所以 下集中 connected 中了 discussion 看看 中了些着 中逼o的 中途中 中market 中 AMD 组就是 中ğimiz 只能空手人在 中 username 中 nouveau 中人 入咱联中 做 mRNA 是 democr 中road OK 说到外语 除了法语之外的其他的外语的教学呢 那么IB学校所要求的英语的水平 是要比其他的功效的英语的水平 要来得更高的 那么首先 沙拉玛尼中学英语有两个级别 一个普通课程黑玉列 还有一个强化课程 那么要注意到了 黑玉列和这个普通课程里面的课程呢 已经是一个高水平的一个英语 和其他学校相比 已经高了一个水平 那么Avance那又更加的 那么我们自己也有沙拉玛尼学生 很多在这个小学以及在中学 他们的英语的水平 我们的评测呢 都是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过硬的 那么而且呢 因为本身沙拉玛尼在西岛 所以呢 大部分的家庭呢 都是对英语是足够重视的 那这一点呢 能够侧面的保证 沙拉玛尼英语的学习的 这个水平和难度 是大家能够接受 并且希望达到的一个水平 那另外呢 除了英语作为第二外语之外呢 第三外语在 沙拉玛尼英语提供 中学一年级和二年级 沙拉玛尼英会有一个西班牙语的课程 那么这个也是除了在其他的功效 普通功效之外的另外一个优势了 那么就是我们孩子可以学到三门语言 OK 也讨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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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 这很有 range的训练 这有很多的行程 已经是在学校的 Từ很多阻力 又在学校 后呢 这有什么东西 在学校中学的 在学校中学呢 现在我们谈到第三点 课外的活动 那么在学校中学呢 每一个级别的孩子呢 都不会感到 任何时候感到无聊 因为沙拉曼中学给所有的学生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课外活动 那么这里面我们会按照这个结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学前班的小学和中学的一些活动具体是这样的 OK Alors évidemment, en fonction de l'âge, les activités proposées peuvent varier Donc comme je disais, il y a des activités qui sont organisées pendant les heures de cours que ce soit pour la rentrée scolaire, pour la fête de l'Halloween pour des fois, ça peut être selon des thématiques différentes On a même des journées sans uniforme scolaire donc c'est très apprécié par nos élèves Alors ce sont toutes sortes d'activités qui permettent aux élèves de s'amuser mais aussi de contribuer, de coopérer, de participer 中学会根据不一样的年纪 不一样的年龄 安排不同的一些课外活动 那么这些课外活动呢 不仅仅是在课于中午 或者说课后 那么有一些活动呢 还会在一些节日 比如说开学的时候 会有一个开学的这种庆祝活动 那么在Halloween呢 比如说万顺节啊什么的 也会提供额外的这种活动 来丰富大家的课外生活 那么每一个活动呢 不仅仅是在活动的同时 给大家一个很好的 一个课外的了解 社会的空间呢 同时准备的过程呢 也可以帮助到孩子 做很多这个技能方面的一些准备 OK Alors comme je disais donc dépendamment des âges des enfants donc on va proposer différentes activités des activités parascolaires donc qui se déroulent après les classes normalement c'est à raison d'une fois par semaine de 16h à 17h donc vous pouvez voir d'ailleurs quelques exemples d'activités qui sont proposés aux préscolaires aux primaires ici sur l'écran donc on a des cours de danse des cours de karaté ça peut être de la peinture sur céramique du soccer pour ce qui est du préscolaire et puis pour le primaire on a des cours de langue espagnole donc ça prépare peut-être pour les cours obligatoires d'espagnol au secondaire on a des clubs de sciences de chorale il y a énormément de choses qui sont proposées pour tous les goûts donc de 16h à 17h normalement à raison d'une fois par semaine OK OK 这里面 说到了 一个 课外活动 是每一周 是如何安排的 那小学 和学前班呢 其实是 有非常多的 不一样的活动呢 是可以让学生 去选择 参加的 每一周 我们会有 一次的机会 一次的 这个课外活动 的选择的日期 那么一般 是安排在了 下午 四点到五点之间 那么每周一次 那么像是 大家可以看到 一些这个例子 包括像是 这里面 大家能看到的 像跆拳道啊 像厨艺啊 什么的 这里面 包括 这就是跆拳道 像其他的一些 体育活动 一些彩陶 运动方面的 像是足球 还有像音乐方面的 钢琴啊 小提琴啊 吉他之类的 那这都是在 学前班就已经开始了 那相比其他学校呢 他的学前班的设定 已经是非常丰富 那小学更不用说了 小学的话 除了学前班 有的这些课程之外呢 还进行了一个 更加的一个丰富 包括像是 基建 拉丁舞 还有是 机器人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 课程 从小学就已经开始了 那么另外呢 在小学阶段呢 还有一个 Long Espanol 西班牙语的一个课程 实际上也是为了去给 即将进入中学的 夏尔玛尼的学生 做一个提前的准备了 所以 你到进入中学之后呢 那么西班牙语 其实在很多学生 在小学阶段 已经有了一定的接触 那么不会在中学阶段 觉得是完全一个新的东西 那这里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所有的 我们举例说明的这些课程 实际上还有更多的 我们没有列举出来 那么可以看到一个活动的 在这方面 OK 现在我们可以在进入中学 中学中学 当中学生 也有所有的 一些举程 都要举程 都要举程 有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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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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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产生 产生 在开 在美国 对国 的 美国 的 是学生的教育成功的教育在学生中学生的教育 所以我们在学生的教育 就是这些教育 在学生的教育成功能 像例如作为建立学生的教育 在学生的教育成功能 这可以是一个地方的东西 在学生的教育成功能 或是学生的教育 有是有多集合的教育 中学部分,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活动 除了小学那些活动之外,包括这里面我们说过一些声乐,还有一些戏剧,乐团的活动 那么这些活动,其实大家可以具体的看到,在进入了学校之后会有一些选择 那么另外,刚刚我们说到了另外一点,就是学校会组织很多外出旅游活动 那么这些外出和旅游活动分成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学校会带学生去一些发现大自然的一些这种运动 或者说是这种参观的活动 那么第二个活动就是和IB Program有关的这种人道的帮助活动 或者说是社区的一个服务的活动 那么打一个比方,刚刚马达姆黑学说到了 那有可能是一个去到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学校 帮助这个学校来进行他们学校的一些基础的建设 包括去捐赠一些图书啊 或者说直接过去给他们去做一些义工的服务啊 这些都是包括在夏克曼曼中学被这个IB Program所要求要去做的 那么了解IB Program,IB课程的人应该知道,就是这个课程呢 不仅仅要求了学生能够去全方面的发展自己的才艺和他的一个学习 那么同时呢还有就是对社会的一个贡献 那么这里面所说到的社会社工的服务呢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了 ok 我就只问问梅ую小型是 information 大部分是在学校那边的科学中科学中科学学生的 在学校学内生活务的社会开生的学生的理性 联系的活动 就是在学院的学校里的学校 是什么样的吗 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同学 是一个同学生的一个同学生的学生单 我会说对家裔的学生的学生 就这样就这样的同学生 学生的学生的学生 可以选一次课外活动 每周一次的时间 一般应该也是在六点到 不是十六点 也就是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 的时间进行这个活动 OK L'offre d'activité parascolaire peut changer d'une année à l'autre donc l'offre elle est toujours proposée à la première semaine de la rentrée scolaire 剛剛补充到的是 这些所有的课外活动 是每一年会根据需求做一些变化 但是所有的选择 会在进入学校之后的第一个礼拜 跟大家提供 那么大家可以进入学校 进入夏勒曼中学之后 开学的第一个礼拜 确定好自己要参加怎么样的活动 那么可能像刚刚我们说到的 有些活动是往年有的 那么今年可能还会有其他的增加 最主要的是看大家报名的情况 OK 现在我们可以移民的行者 那些活动员,有些活动员,有些活动员 在学校的活动员,有些活动员 但是也有些活动员,有些活动员 在学校上,有些活动员的项目, 例如,在学校的活动员, 是主要的活动员, 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对于不管是小学还是中学的一个体育运动 一个专门的介绍页面了 那么这里面我们说到了 Chalamania会提供非常多不一样的体育活动 包括由这种团体的运动活动和个人的运动活动 那么这里面待会我们还会说到 其实在这之间会有一个区别 那么Phoenix和Sport Plus的区别 就是Phoenix是有很多学校的喜欢运动 有运动天赋的学生组成的一个这种团体 是要出去参加比赛的 那么像是Sport Plus是同样的一个运动的时间和运动 但是我们主要是提供自己参加比赛的 那么我们会说到的区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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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 这一点呢刚刚就说到了 那么实际上呢 运动项目里面的Sport Plus呢 是主要是推荐给小学和中学的学生提供他们的技能和他们的身体数字的 那我们刚刚说到Phoenix呢 是和Sport Plus不一样的另外一个program 那么在这个Phoenix就是这个我们可以说是凤凰队 大家可以看这个logo啊 凤凰队的这一些呢 是一个代表College Shalemani 参与一些体育活动 做一些体育活动方面的这个比赛准备的一个校队 那么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哈 像一年呢会有400名 就Shalemani自己会有400名这个体育学校的体育健将 参加Phoenix这个项目 那并且呢在这400人里面呢 有65只学校的校队 根据不一样的这个运动的这个program运动的课程 那么其中是13个运动课程是有的 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小学的这个所推荐的Sport Plus 还有Phoenix的一个运动课程的一个列表 那么还有中学的一个运动列表 中学一共有13个 OK en fait ce qu'il faut retenir c'est que le program Sport Plus c'est plus pour s'amuser et le program Phoenix c'est plus pour faire des compétitions et participer à des championnats c'est la différence OK 再强调一遍 Sport Plus和 Sport Plus和 Sport Plus和 Phoenix的区别呢 那么 Sport Plus呢 是为了让学生 不参加这些体育运动 而去享受运动的过程 那么Phoenix呢更多的是一个竞技类型的 这两个是这两个 program最大的区别 OK 是为了 我们可以已经 再来到 了解 执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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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出來的亞歷,在歷史上, 因為疫苗之前,你們沒有成功 他們都不在空間出現的好 掷 我們對歷史學位一個рез覺的 學生的第一季採訪歷史。 我们来说一个课程 版本是一名的课程,是课程的 感染课程,是很lungen课程和课程,所以这些方法我们用了 pour sélectionner les candidats qui vont entrer en septembre prochain OK je dirais après la différence avec 22-23 OK, d'accord 好,進入第四个部分 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学校的录取 那么不仅仅是小生初的录取 包括一些小学的插班考 和中学的插班考 那么2020年9月份 我们参加了今年2021年9月份 开学进入中学 或者进入其他班级的这些招生 由于受到了COVID的影响 由于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 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参加 一个线下的在学校的考试 那么参加过去年考试的学生也知道 我们是主要通过一个 网上考试的一个状况 来通过分析孩子 网考的一个成绩 最终来确定孩子考试的情况 那么但是呢 并不是所有的级别 都是要参加网考的 这里面我们列举了 每一个不一样的 这个年纪和这个年龄的学生 他要参加什么 首先第一个在学前班和小学的学生 去年就是2020年9月份后的这个招生呢 主要是通过Zoom上面的一个 法语口语的一个测评 来确定孩子是否有足够的掌握 法语的语言 那么可以进入到沙拉曼中学 没有其他的考试 只有一个Zoom上面的 法语口语的一个测评 那么对于中学一年级 就是我们说的小生初的这个一个录取呢 主要是通过一个 初题公司提供的一个网上的考试 那么通过初题公司网上考试的一个内容 和对成绩单的一个整理 成绩单的一个比较 来最后决定了 今年能够召到 沙拉曼中学的学生是哪一些 那么最后呢 就是对于其他的中学的年级 中二到中五 这些想去插班 进入沙拉曼中学的学生的一个录取了 那么同样的也是没有考试进行的 而是通过对学生的一个材料的审理 并且还有这个 这指的是不仅仅是通过成绩单上面的成绩 也通过了成绩单上面 学校老师对学生的一个评语 来评判这个学生是否能达到 我们所期盼所需要的一个学习的情况和级别 那么接下来呢 Madame Hichien呢 也会介绍一下2021年9月份开始招收 2022年和2023年的学生的情况会是怎样 那么这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就是一个其他的级别是有和小生猪不一样的 所以根据自己孩子所要进入的年级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准备的一个策略了 OK 等 we love the admissions 为了成绩的堤戏 examens en ligne et aussi études du dossier. ATTENDING qu'on ne sait pas encore où on sera rendus en septembre par rapport à la pandémie, on envisage peut être de continuer la sélection des candidats comme on l'a fait cette l n. Par contre, si vraiment la pandémie est derrière nous, on va procéder à l'évaluation des candidats par nos examens d'admission. Pour la maternelle et la première année, 是一 Rover 所以 Salt 是bags 通常 從 attend 分 成 是 有 那这里面说到了 那么今年的2020年9月份开始招生呢 基本上情况如果因为疫情的原因 基本上情况会和去年我们所做的 这个刚刚做的介绍是一致的 那么小学的学生还是可能会通过一个zoom的形式 进行一个口语上的法语的评测 那么确定孩子的法语是否讲的足够的通畅流利 那么对于中学一年级的呢 我们现在是要试这个疫情和这个健康部的通知 来决定是否还像去年一样的 应该是正常情况下 还是会像去年一样的去进行一个这样的网上的考试 但是如果说疫情会有变化 或者说是更加的这个学校开放了 那么可能还会做变化 但是现在目前还不能给大家一个准数 那么大家知道两种可能性去做选择就行了 那么做选择和比较 那么像我们的两个 我们的夏令呢 两个都有会去做准备的 不管是像往常一样的校内考试 还是说网考都会同步的去给大家去做准备 那么以不变应万别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中学阶段的这个 插班考和小学阶段的插班考 是有一个区别的 小学阶段的插班考 主要考察的学生呢 是在数学和法语两门学科 那么数学包括logic当然 那么是也是含在数学里面的 那么这两科 那么但是呢 在中学阶段的插班考呢 除了有数学和法语之外 数学是数学逻辑啊 数学和法语之外 还需要去准备英语 因为中学阶段的英语呢 像夏曼年的英语的教授水平 比其他学校高 要确保学生进入了夏曼年之后 能够跟上这个英语的水平 跟上英语的教学 那么这点是很重要的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因为疫情的原因 还没有最终的确定下来 那么我们持续会跟家长 带来最新的情况 因为我们经常 非常密切的 会跟夏曼曼年中 这边去 一个沟通 那么知道今年最新的情况 我们也会把最新的情况 告诉我们的学生 OK 我再次提到 这次的课题 我再次提到 这年 我可以在学生的学生 可以在学生的学生 是在学生 一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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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知 到 september 2021 什么情况 在学生的情况下 在学生的情况下 但是 反正 最好的方法 是在学生的方法 是在学生的方法 好 那刚刚也说到就是所有的 已经报名了的学生 报名了2022、2023年入学的这些 不管是插班考还是小生猪考试的学生 都会等到9月份 夏哈拉曼中学和卫生部健康部 确认了一个考试的情况的时候 再向大家通知考试的具体情况是什么 那么是参加线下考试还是线上考试 那我待会也和Madame Richer去确认一个情况 大家之前在群里面问到的一个情况 就是是不是报名之后两周就会出结果 Madame Richer,我只是想问一件事 在关系的试试和证据 因为在社会中间我们看到人们 和人们分享了一个试试 在一种试试的设计 不知道在哪个人的试试 会出现后两周 这就是比如现在 我进入设计的设计 在曼谷,然后在两周 我会出现一种试试 提到的這個程度, 我沒有覺得這個很確實 在每個層級的測試 例子,例如有有有的測試 在執行期間,我們不能不出數 到處在兩星期的,是嗎? 是在這方面, 就是… ce qui arrive, c'est que lorsqu'on fait l'étude du dossier académique, si on procède avec l'étude des candidatures, donc on se donne deux semaines après avoir reçu la candidature pour donner le verdict. Donc là, ça s'est passé pour de deuxième année à sixième année, et secondaire deux, trois et quatre, c'était étude du dossier cette année. Donc l'année prochaine, ça se peut que ce soit aussi 只有一些设计的设计, 而没有课计的课计, 但我们还没有课计, 这可能是很不同的年来, 所以有些事情可以改变, 所以这些设计会不会说 这些设计会不会说 这些设计的同时, 甚至可能我们将设计 一些课计的课计 在我们设计的设计 到每天再, 几年等在课计员前, 所以不必要预计的课计 或设计或设计, 但一unci, 在连课计的课计 会计得支持的课计 或课计的课计 或课计的课计 。 OK,好,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情况,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年级的,比如说像是小学二年级一直到小学六年级,以及中学二年级到中学五年级,这些不需要参加考试,今年的情况是这样的,今年2020到2021年的期间,我们是因为没有去安排这种入学考试, 所以这些今年报名的学生呢,我们是通过去研究学生的提交的成绩单来确定他是否可以,因为是不需要考试,研究成绩单,所以呢,在您递交所有的这个申请的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之后呢, 学校就会通过学生的成绩单来决定他是否能够达到沙拉曼尼的标准,是否可以在接下来的一个年份里面进入,那但是呢,目前呢,我们是到一直到今年九月份前,不知道明年九月份开学的健康情况,卫生情况是如何的, 能不能像今年一样的只研究成绩单,也有可能明年疫情变好了,那么在研究成绩单同时还有考试,但是这一点, 目前我们不能给大家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证明,但是呢,有一点明确的就是,直到今年九月份, 小生初呢,是不会在小生初考试之前给大家一个, 一个这个两,就交了成绩单之后两个礼拜,给大家一个具体的一个回答的, 因为在这一个小生初的部分呢,是一直要等到九月份才知道,那么九月份是, 我们要考试,还是不考试,还是线下考试, OK, 我又要加上一点重要的关系,是援助在第一个学生初中学校,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发生后的成绩, 两个月后,我们将从新冠冠冠冠冠军, 因为我们需要等到 september 2021, 要有儿資料, 科学上模仿者, 所以我们进入学学 bang上学, 到 있잖아요上升, 我们上升, 便 econ如同行专程, 不是是一课系的第一次, 這是給所有的學校 給所有的學校 從 september 是嗎 是嗎 我們經過 一年 或少 前 進入 學校 從 september 明年 我們開始 要讀 或是 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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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 2022 所以 是 是 是 有些 數目 這年的 學校 是 還是 是 什麼 本 是 大家 是 在 採訪 到 採訪 做 現在 是 採訪 人 是 以 régulier. D'accord. OK. Donc, les candidatures sont toujours… C'est pour ça que si les gens déposent un dossier maintenant, on ne peut pas leur communiquer d'informations avant septembre parce que là, on finit de préparer la prochaine année scolaire. Donc, pour ce qui est de 22-23, ceux qui vont déposer une candidature, on va les contacter en septembre pour leur dire comment on prévoit fonctionner pour évaluer et sélectionner l'écran. OK. OK. Très bien. Je vais bien conclure. Donc, les candidatures de 9 mois avant tout le monde, c'est pour les préparer de 9 mois après le début de l'année scolaire. Donc, le début de l'année scolaire est déjà確chée. Donc, les candidatures pour les préparer de l'année scolaire, c'est qu'il n'a pas besoin d'être… C'est qu'il n'a pas besoin d'être… C'est qu'il n'a pas besoin d'enseignement. C'est qu'il n'a pas besoin d'avoir eu d'université C'est qu'il y a pas besoin d'enseignement a little. C'est qu'il n'a pas besoin d' комментарiest. C'est qu'il n'a pas besoin d'évê 평 ubiquité ChristしいMind emission, qu'il n'a pas besoin d'un dernier scolaire post bail. C'est qu'il n'expr mascot. C'est qu'il n'a pas besoin d'un anschal combat. C'est qu'il n'est une première car, c'est qu'il n'est qu'il n'est qu'un nothin développement. en plus, on peut période. Si on dit qu'on similaire en 1ätジerin, 今年9月份开学呢 那这个招生呢 是一直是从去年9月份 一直到今年9月份之前 这个期间去升取的 那么如果是2022年开学呢 那么我们会从2021年9月份开始 这个阶段去进行 那么对于今年9月份之前的 这个策略大家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是没有考试 但是今年9月份之后 去申请下一年9月份的开学的 所有的情况都会从9月份开始 并且呢是否要考试 是否要怎样 从9月份会通知大家 有可能和今年一样 也不需要去插班考试 那么也有可能呢 是健康条件允许了 那么其他的小学的二年级 或者学前班一直到六年级 那么中学的二年级 一直到五年级 都需要去参加线下考试 这个是我们今年9月份才能确定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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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移动到我们的项目 我们的项目的项目 我们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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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645项目 包括267项目 我们的项目 你可以看到 这个项目 是非常非常有名 OK Et donc pour l'année scolaire prochaine qui va être entamée en septembre on a reçu jusqu'à maintenant 770 candidatures dont environ 255 candidatures pour la première secondaire OK 好 那说到这个每一年的申请的人数 那么对于去年 也就是今年 一直到九月份前 这2020年的2021年 这个期间的一个学年内 萨拉曼尼一共收到了 645个申请人数 那么这个申请人数 不仅仅是对于中学一年级 是对所有的 包括小学查班的中学查班 还有学前班的入学 一共有645人 其中267人 都是要申请进入中学一年级的 那么今年呢 也就是2021年2022年 要今年9月份开始 不管是准备小生出也好 准备其他年级也好 今年的呃就是2021年9月份 2021年9月份之后的这个名额呢 目前已经在我们说话的这个时候 已经有770个申请的人数了 其中25个人是申请 小生出进入中学一年级的 好的 你问我可以请你一个问题吗 当然 我猜我們做了一些改變 再去年隨前 我們有個學會 讓每個學會 都開始 激烈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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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septembre 我们不几个期间的试试 像是一样的 有两个事在说 我们在这些试试 到五年以往 人们在一星期 前面的试试 要设定一项 我们通常 三试试试 年度一个月子 所以美国人会上传门 时间之前的时间 才会有休息 要提出那选择 所以数月都不等 等设备 正常的选择 2023期 我们已经出现 空间 在一个人的选择 等于五个月子 好的 我们已经出现 现在是非常出现 这个我们的第一次 从第一次 我们已经出现 第二次 钢子的追货和成功代表 OK 对于这个刚刚我有多 多向 Madame Richer问一个问题 就是每一个年级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申请 那么Madame Richer的说法呢是 其实对于每一个 年级的这个考试的申请呢 是可以提前很多年的 那当时他说到了可以 你现在可以申请五年之后的 比如说现在是一年级 申请五年之后的这个入学 但是肯定大部分人不会这样 可能是提前一年去之后申请的 那么最终呢是到考试前的一个礼拜 结束这个申请考试的人数 比方说我们今年九月份要考试 那么所有的人呢是可以提前一年 或提前他说提前五年 但大部分人只会提前一年 提前一年开始申请 一直申请到今年要考试的 比如说九月一号 九月一号前一个礼拜 那终止申请 那么大家提早或者推晚去申请的 最后呢都会在考试前的一个礼拜去结识 然后在考试前一个礼拜 再去通知家长 那么什么时候要考试啊 考试的时间和地点啊 什么这些内容 那这一点呢大家可以确认一下啊 所有的考试的时间 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对于除了中学一年级之外的 其他的插班考呢 在正常年份 我们没有说去今年的情况 今年疫情的情况 像去年再往前推算的 正常呢每一年会有三场插班考试 三场插班考试分布在 这个从九月份一直到六月份的这个期间 那么一般是在比方说 根据年纪不一样啊 有十月中旬的十月中旬的 有一些是二月一月三月的都有的 那么这一些内容呢都会 大家如果说是感兴趣萨拉曼尼这个学校呢 一个方面是可以通过网站上面 或者最先的一个今年的考试的时间 另外一方面我们这边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个信息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去准备 去保证明中学 OK 是你已经有关闭了 有关闭了吗 不是 你只要给大家提供的 给大家提供的 他们也能够取得到这些计划的 提供的 提供的计划 在你的网站上 对你的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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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们有任何课计划 我们的网站上 对你的网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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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致下認同我們是我們乾脆辯成 下的季節,與階段階段的運算 上致下的季節法的大部分 但不必要更新照片 講義倫 Mo的 我提供一下 我甚至可以每天一起 尤其是最要是 旁邊的 第一次是 先公司的 是在绝对一个公表中的词试教训学系 所在一步 您 提及的境界 一项就在一期词教训中几个主等的词试教训学系 一项不在词试教训学alayanova可以保试教训教训学 mam出版本 然后一周一词教训教训学生的词词教训学 然后一周一词教训学生可以保试教训学吧 一周俄的词教训学生 APE的破面供给性 OK 完了 首先呢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 那么网站上可以看到 夏拉曼年的一个 这个开始申请报名的时间 这个目前还在商议中 那么在很快 学校呢 就会把这个信息放在网上 所以大家如果现在进到 夏拉曼年的这个网页呢 还看不到 今年9月份开始的一个招生的一个日期 和考试日期 等到很快确定好了 是什么时候 再往上贴 那么下面一个呢 我们就找到 讲到一个招生策略了 那么招生策略的第一点 就是夏拉曼年 对于小学阶段和中学阶段的 学生的招生的这个条件是不同的 小学阶段是要求至少 有一年的在正常班 正常的学校上课的这个成绩和经历 才可以去申请 也就是说之前呢 我们之前有说到 夏拉曼年 还会招生很多欢迎班的学生 那么今年呢 开始会有做一个变化 那么小学是一年的 这个正常班的学习之后 可以申请 那么中学呢 比小学要短 中学需要有一个学期 在这个正常班的一个学习的成绩 一个学期啊 一个是小学是一年 中学是一个学期 一个学期的学期 就可以去申请 夏拉曼年中学的这个 这些班考路学了 OK 对于第一点呢 那他们可以做了一个补充说明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设定 这个欢迎 欢迎班的学生 必须要结束欢迎班 那么过了一年 在小学阶段过了一年 才能去申请 还有就是中学阶段 要过了一 在正常班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 才能够去开始申请呢 是因为在这个往年呢 沙拉曼中学注意到了 很多这个欢迎班的学生 那这种还没有进入正常班的学生呢 或者说是 现在目前还在欢迎班 或者说刚出欢迎班 还没达到要求的学生 还属于一个语言学习的阶段 那么通常呢 去进行插班考的这个情况啊 没有那么理想 那么为了去帮助到更多的学生 能够更好的做准备 也不希望就是通过第一次的考试 有不好的情况 去打击学生的信心呢 那么沙拉曼中学呢 那最终决定是希望 有已经进入正常班 一年的小学和一个学期的中学的学生 去参加这样考试 提高第一次准备考试的成功率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沙拉曼中学 现在做出这样的变化的一个原因 那么也希望呢 大家能够把自己的做中学准备的 把这个插班准备的时间呢 给计算好 然后以最饱满的一个状态 去参加插班考试 OK 好 一个学习的这个阶段 才能够拿到这个诊书 如果说你是中学五年级进入的话呢 那是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所以中学阶段是一直招生招到中学四年级 那么这个不仅仅哈 我就多说一句 不仅仅对夏浩曼年是这样的 对其他的IB学校呢 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去注意一下 为什么有些学校一直申请到了 中学四年级 没有中学五年级的 OK 这是我们再继续一点 就是如果说大家参加考试 入学考试的时间是三月份 或者说是在任何一个月 并不是说参加完了考试 通知你能够正常入学 就是说明你在四月份就可以入学 而是要等到一个学期的 另外一个新的学期的开始才能入学 换句话来说 有三月份准备是九月份开学 那么这个是对于所有的学校都是一样的 那么跟大家确定一下 那么没有直接申请进入学校开始的 这种先例或者可能性 那都是要提前一年做准备 然后到了第二年的九月份开始 然后再去进入这个学校 那么我是刚刚说的第二年 只是第二个学年 如果你是今年三月份申请的 那么今年九月份是有可能可以开学的 不会是再等到下一年的九月 OK 是必须的 那么之前有家长问到 那么国际学生行不行 或者说还有问到 那么如果说自己还在等CSQ 那么还没有是PR 那么能不能报 都是可以报的 只不过在学费上有区别 最低最低要求是 刚刚我们说到的学签 那么我们在想到刚开头的地方 对于这个学费的时候呢 我们也说到了 小学的学费呢 正常是三千五 但是如果没有的 没有这个PR身份的话呢 那就只有七千五了 那么如果说没有 如果说中学阶段正常是四千一 如果加上那个四百二十五 那就是四千六 如果没有这个能够拿到补助的呢 就要到九千五了 那么但是呢 如果您是国际身份什么的 照样是可以去读这个学校 只不过学费有区别 所以我说到一个点 为了一些学生 他们应该还能够 带来读这个学校 如果是学费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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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费有区别 是来自学费有区别 是有区别的 但这是我说 我也要在讨历 和这些输入的 想要上 现在的能够 在电视频 我們會看到的疫情,我們會做各樣的經濟 我們會做一部分的經濟通訊 您可以可以看到我們的訊息 用來電視訊和訊息 內的電視訊發展 明年明年, 我們會不會 通過我們的 訊息, 但可能會不會 在訊息 可能會不會 的 訊息 我們會不會 繼續 明年 明年 你可以 在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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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那说讲到开放日了,那么由于去年呢,还有今年呢,由于这个疫情的原因呢,所以学校开放日呢,是设成了一个网上的开放日,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大家还是可以通过这个链接进入这个网上开放日的一个信息,那么这边我也跟大家做了一个截图,那么进入网上开放日,这个网上的开放日,我们可以看到了哪一些内容, 那么如果等到今年9月份呢,我们会是疫情的发展,如果说疫情是有所缓和,大家能够重新开放学校,进入学校进行参观的话,可以进到夏勒曼中学里面去,去参观一下夏勒曼中学里面的所有的设施,但如果说疫情还不允许大家能够进到学校里面,还需要保持一个距离之类的,那么还会像去年一样的,我们会通过网上的形式去展示 现在,我们可以带上,我们可以上载到我的网上的网站,可以带上来的网站吗? 我看到不见护士尔面? 现在我不能够追加护士尔面? 我需要做什么我做的事吗? 你可按护士尔面的按钮几乎中的按钮 好,不错 这就是我看到了吗? 是的 好,非常好 就此,每个人都可以关屋去collegecharlemagne.ca 或是顶参踏去 year, 请选择来连与免购任期待的项目, 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关屋 22-23, 然后,项目的程度外 2-2-3 好,那刚刚大家也看到了一个这个过程 Madame Hicham呢,跟大家解释了一下 如何进入到这个Salamania的主页 以及在哪一个页面可以去点开这个申请的页面 那么刚刚我们看到了,在点开了页面之后呢 选择Admission,Admission进入到了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的有一个年份的选择 要选择2022到2023 那么因为我们要申请的呢 是2022到2023的这个小生出的 从小学生到中学的一个这个内容 所以从这里面进去之后呢 再可以看到这个页面了 那么这个页面呢是大家可以点击进入 进入之后去按照步骤 一步一步的去往下填写所需要的信息 和提交所需要的材料 材料清单待会我们会在PPT里面说到 那么最后呢可以通过Mastercard或者是Visa 来支付50块钱的一个这个申请的费用 那么这里面我跟大家再多说一句 那如果说对于看法语有一些难度的家长呢 可以点一下这里 这里有一个英语的显示 那么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进入之后呢就会没有 无条件的去申请进进入这些资料了 OK 我也要诬明显 OK 我也要诬明显 OK 我也要诬明显 有一个选择 شر定的应用 或是可以认为养决的 我这些人也ない 要不需要 还需要 好,刚刚说到了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在进入到网页里面呢,有一个链接是在右边上面这个地方,现在鼠标大家能看到的地方,这个地方是给已经在沙拉玛年的学生进入的一个入口,并不是要去申请入学的学生的入口, 那么申请学生入学的入口呢,要进入admission,下面的faire une demande d'admission,然后再往下,第一个demandé d'admission,那么看一下在2022年到2023年,进入它之后呢,第一个步骤,点击formulaire,那这里面才是我们申请要进去的入口,OK,OK, très bien, j'ai bien expliqué. Perfect, super. Alors, maintenant, on va passer à la diapo, ici. Donc, c'est la page. Oui, là. Comment je dois faire? Je dois faire stop share, j'imagine? Oui, je peux. Oui, c'est bon. Je peux montrer la page comme ça. Parfait. Donc, suivante au niveau de la liste des documents. Oui. OK. En formation, c'est 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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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fait. Parfait. Super. Excellent. Donc, page suivante, liste des documents. Bon. Évidemment, je vais inviter les gens à lire la section pour savoir quels documents doivent être déposés. Ce qui est important de savoir, c'est que la subvention qui est octroyée par le gouvernement, elle est accordée aux familles qui ont obtenu leur résidence permanente ou qui sont en voie de l'obtenir. Donc, c'est la raison pour laquelle on vous demande certains documents d'immigration. C'est pour être en mesure, nous, de demander la subvention au gouvernement pour vous. Donc, vous n'avez rien à faire de votre côté à part soumettre les documents. D'accord? Et donc, nous, on vous dira en fonction de ce que vous avez soumis, si vous êtes éligible ou non à la subvention. OK. Alors, on a question pour vous dire une très importante chose d'incaréfaire, quand nous avons deux op szerintes d'écart, pour les établissements, les acadés ne sont pas excesses de la saúde à l'on tient. Et donc, comment comment一樣 de savoir ? Si on peut prendre une certaine 49ers de dollars à l'on tient ? Les chiffon ou les établissements. C'est un fondant pour les établissements de l'argent. J'ai eu l'impression 4 000 pour les établissements de tous les établissements, en définissant que les établissements de les établissements, ce sont des établissements de tous les établissements, ou les établissements de l'argent et celles qu'on y établissements de la partie. 学校会根据您所提供的材料来判定您是否有 那么根据我的经验呢 多说一句啊 根据我的经验呢 如果是CSQ的话 还得分CSQ的级别 比如说像CSQ有些家庭呢 是投资移民的话呢 可能这个就不一样 那么有一些是那种工签类型的CSQ的级别呢 CSQ的是有可能有的 那当然这个是最终 根据学校这边来确定了 OK 我只有一点问题 其实之前 当我们说 这不是所有人 从CSQ取得一权材料 有的权材料 是有的权材料 是对 给人家 但在最好,是真的要做出的工作, 而是真的要做出的工作, 要去找出的方法, 是的,在加上的CSQ, 是福利益的選擇, 孩子们有了一份设计的设计, 是一份设计的设计的, 同时也就是他们的设计, 或是一名的设计。 这些都是这些东西我们需要的。 我会让你让我分享一下, 因为我想要看一名的设计。 一名的设计,一名的设计,一名的设计, 我会说这些设计。 我们有一个设计的设计。 我们看到它是在红色的设计。 如果是一名的设计, 这些设计是同样的设计。 但这些设计是在红色的设计或设计。 这些设计是一名的设计。 我们想要有更多的设计。 好。 这里面介绍一下所有的材料, 身份方面的材料, 不仅要提交学生的身份方面的材料, 还有提交父母的学生家长的这方面的材料。 那么这里面我们要确定说明的就是, 你所提供的身份材料是有魁省和联邦的。 比如说像是加拿大联邦的, 那么会是一个, 比方说这里面我们看到的例子是visit record, 但是如果是study permit, 那么同样在这里上面也会写的study permit, 或者是behamid地区的, 在后面用法语来写。 那么这一个, 不管是学签还是工签, behamid地区的behamid hawa, 学签或者工签, 能够作为一个移民材料, 被这个Sharamani中学接受。 那么如果说你只是给一个中国的护照啊, 或者什么的, 这种的可能就不是他这个所需要的一个材料。 我会说, 也不是只要是公司的公司, 但应该是公司的公司感兴随之, 这些是公司的公司称为游戏, 是公司称为公司的公司的公司。 是的, 是这一点。 在这种程度是, 大家的父母们介绍我们, 这个公司是在移民地区的公司。 他们对我们的移民地区的公司或移民地区的公司。 这不是这些证据我们搜索 我们搜索的规则 所以这 因为有时候人们觉得是一个入入入 但这不是一个入入入入入 我们需要的 是我们的证据 8,5 x 11 似乎我们需要 而不是这个证据 或这些证据 这不是这样 OK 明白 这一点也是 是很重要的 刚刚我们说到的 那就是很多家长在之前申请的过程中 都是把自己的这个护照 以及贴签 就是贴的进入加拿大境内的签证 作为一个材料去提交 那么非常要请大家注意的 就是这一个材料 就是您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材料 才是所需要的 学签或者工签 那么一个中国护照 或者外国护照 上面所做的贴签呢 那个不是学校所需要的 所以能够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大家把所有的 能够提供的材料 全都提供给学校 学校会从中去挑选自己所需要的 来节省这个申请的时间 和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OK 这一点也就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所提交的材料呢 是能够要证明家长在加拿大 在魁北克社会上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这种常住的一个居民 同时呢 有能力工作为社会做出贡献 才能够拿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 就是学费的一个证明的 那么如果说您是以一个 visit record的这种 这种证明来进入到加拿大境内呢 是其实不能够证明说 您是有在 为魁北克政府 或者魁北克的社会 做出贡献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当然理所应当的这个所有的这种 subvention也不可能就是给到 所以大家掌握到这一个前提之后呢 就可以看一下自己的条件 还有自己的这个材料 是否能够预判一下 是否能够就是在拿到这个学校的 这个就是学费的4000块钱 那这个我就不跟大家说复杂了 简单就是说如果是PR的话 都好吧 PR或者公民的话 都正常情况下可以拿到 但是如果过来 是只是在等身份呢 或者这种的 那就得具体看这些情况了 那么大部分的能够 有PR身份的家长呢 都能够拿 都能够就是按照4000加币的这个学费 而不是按照9000加币的学费 OK 我可以cesso家人的幼稚, 但是否则,我们可以到家人的幼稚、 如果你来说家人的幼稚, 当结束的时间,我来自艾总的測 B, 我担任的父母的担心, 我认为证据是联系, chirman,我介绍所有的父母的担心 qui sont avec nous aujourd'hui pour cette présentation sur le collège Charlemagne et puis moi je vais être prête à prendre toutes les questions que les parents auraient voilà 感谢大家 接下来我们是 一个提问的 问答的环节 现在大家可以 通过两个方式 一个是通过 网群里面发问题的方式 我来翻译 然后另外一个方式 也可以直接来这边 我现在就开始 问一些问题了 那么看一些问题 来翻译 这个页面 是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大家 要报名 我们的夏令营的 或者说正常课程的 可以去扫我们的维码 那么这里面 不仅仅有小生初阶段 还有包括小学和中学阶段 那么这一个 给大家说一下 好的 那么现在的话 如果是参加了 我们的这个讲座的 我们额外会给大家一个优惠 那么大家可以去跟 慧晨的老师说一下 我们参加了讲座 然后问一下各个级别的 这个课程 那么最终优惠之后 的价格是多少 OK 完了 有问题的还可以 扫一下奥维码 OK 之前,他在这一节目中的节目 例如,第一个问题,他问 如果学生在学校的授业 是他们可以购买一个数字 在学校的授业 是在学校的一样的授业 当然,当然,是没有 因为要在一年 在一家中的课程中,是一年, 要学校中的一年? 要学校中,一年, 要学校中,这一年。 一年,要学校中的一年, 好,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中文, 第一个问题是 五年级刚出欢迎班的学生 能不能报效了吗 那么有没有入学考试 那么五年级刚出欢迎班 如果您孩子是有一年正常班的成绩 是可以报的 那么至于有没有入学考试呢 我们九月份会确定的告诉大家 入学考试的情况是怎样的 如果说疫情还跟今年一样的 那么我们的入学考试呢 可能会是和之前 今年的情况一样 会有个网考 那如果是情况好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参加 OK第二个问题 那么那么 有一个父亲 然后 마스크 因为是有更多的课题 是其中的英语 在这个 Little Bah,呢,我们会专业和学生的类伤 在不同的部位,例如给我们练习一些类传的类传统 以上的类传统,场地的类传统 或比较上高的许多 是的,���specific领域 好了首先,40啊课课译俏科学 we offer two periods of 45 minutes per week and uh we will rank the students either in a regular or advanced class of english okay so uh depending on the result obtained at the exams your kid would be ranked uh to regular or advanced class of english and the advantages to um to follow the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cursus is many things first of all the units granted in this program are higher than the the regular program that means at the end of the high school studies the students get more credit than the other students and the credit is one of the the thing that the cgep will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o admit their student so ther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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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s the the credit it's the same thing by the way so the units obtained by the students are higher at salamang because of the ib program it's part of the ib program okay so that means also um at the end of the high school here at salamang students are able to choose either a francophone cgep or an anglophone cgep they can choose any cgep because they they will be um perfectly bilingual almost perfectly bilingual okay just read the space i think i don't want to let them know they have a good idea so ib is there's a high school now is a prophet in a curriculum that ib it's in a high school it's in a high school it's in a high school and other students that will have more better scores of course it's in a high school you can do it for a lot of theories it's in a general check and a lot of theories that the library will have and maybe there's a high school today they have a high school it is a high school level that would be the way that the the students could see 它在教学的难度上面 比如说英语的教学难度上面 是会比其他的课程教学难度多一点的 那时间上面还是一样的 时间上面刚刚也说到了 在一个周期内 就是一周左右 夏拉玛年会有两节45分钟的英语课 那么进行 那么这个英语课的级别和难度 会是比其他学校会更高的 OK 但是这里面我再补充一个问题 说到按程度分班 如果是英语的话 是会按程度分班的 但是对于普通的 比如说法语班级的 说上其他所有课程的 还是正常的每一个班都是一样 OK 很棒 那么我去重新的问题 我下一个问题 那么 在学校的学校 是 我们问你 给你读课程的 或者是 ere课程序 的工程中 我们刚才说的,是两次四十五分钟 两次四十五分钟 二次四十五分钟 二次四十五分钟 对,我们有一个第一次四十五分钟 是一分钟的一分钟 好,这个第三个问题 跟大家说一下 法语学校的英语比例 中学是一周有两个小时45分钟的 那么小学一周有一个小时 四十五分钟的课程 这个是一个区别 有一次四十五分钟 另外中学是两次四十五分钟 好,这次四十五分钟 我们想要知道 如果是一周四十五分钟 如果是一周四十五分钟 一周四十五分钟 这就是一周四十五分钟 如果是一周四十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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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使用一周四十五分钟 它使用一周四十五分钟 考试的设计是 如果是一周四十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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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那些课程中, 在那些课程中, 是在那些课程中, 在那些课程中, 比较少了一期课程中, 在那些课程中, 所以我们一点的选择是 在那些课程中, 在那些课程中, 是非课程中, 只能从那些课程中, 是指定的课程中, 但是如果这些课程中, 是以明年度, 在那些课程中, sachez que les résultats scolaires attendus sont de 80 % et plus en français et en mathématiques. Est-ce que vous pouvez répéter la dernière phrase? Je crois que c'est très important. 90 % et plus sur le plus tard de mathématiques français pour les résultats d'examen. Oui, en fait, c'est 80 % et plus en français et en mathématiques s'il n'y a pas d'examen d'admission. S'il n'y a pas d'examen d'admission, à ce moment-là, au bulletin, on demande à peu près 65 %. D'accord. Alors, maintenant, il y a une très importante information pour vous présenter. Si on dit que c'est comme l'année dernière, comme l'année dernière, comme l'année dernière, même si l'année dernière, si on n'a pas d'ex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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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men. si on n'a pas d'ex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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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men, 录取的可能性会低一点 但是如果明年9月份开始 情况变好了 我们不仅仅收成绩单 还可以让学生考试 那么这个成绩单的要求 就下拉到65分以上 就可以让孩子参加考试 参加考试之后 再通过考试一个表现 来综合他的成绩单上面的一个情况 来决定是否让学生去参加 可以去进入到一个选拔 OK, voilà 这样的重要的信息 大家可以还是一样的 可以扫二维码进入我们的群里面 去提这些信息 这个机会难得 所以可以很清楚的跟大家说出来这些 那么就把这些问题 就是一个问题 那么,我认为了 对于是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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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刚刚一个问题 就是说 小勒曼尼中学的IP课程 是不是所有的学生 进入了之后 自动加入 还是说要成绩好的 才能加入 这个是所有的 只要是被小勒曼尼 入取了都 都会自动加入 到这个IP课程 并不需要说一个成绩 如果您成绩够好 那就是这一条 所以这一条 非常简单 就是一个问题 他们问 是否这年 或是接下来 有上期的余所 我们有余所在 的余所联系 第一次 或者是接下来 或是接下来 除了接下来 不确的 这是不确的 你指定 是在接下来 或是接下来 或是接下来 《2223》 这年 和接下来 你也知道 既然我们将试试 我们将试试试 只有22-23年 在期末 可以说 有上一期的设计 在期末 在期末上 我们将试试试 我们将试试试 我们有上一期的设计 在每个人的设计 所以 我们有几个位置 在第一年 在业检级 但在其他人的设计 你去年末年末年末 2021, 我需要知道, 一年末年末年末年22、23年, 如果我们成为联系统的游户, 如果我们有四个学生的35典, 我们成为了一项学生的10年, 如果所有的学生都是在第一课, 他們會使用140項目的 也在第一次的項目 如果您請求 2022-2023年 第一次的項目 以後,如果有一次的項目 您的兒子會立即是在任何人的項目 因為,在第一次的項目 沒有位置的項目 而第一次的項目 Par contre, je ne veux pas que vous soyez effrayés, c'est normal. Et il y a plusieurs places, plusieurs raisons pour lesquelles des places pourraient se libérer. Mais sachez d'entrée de jeu que pour la première secondaire, votre enfant serait placé sur la liste d'attente au mois de septembre, automatiquement. OK. OK. Très bien. Donc, voilà. Je vais traduire ça tout ça en mandat. bon. C'est ce qui m'a dit que c'est pas l'alliant. C'est ce qui me dé重. Je vais vous montrer pour vous dire que aujourd'hui 9 j'aimais début success, c'est maintenant tous des professeurs de la liste, desquelles paris Allo-lien ou des Ces croyances, n'ont pas le ordre d'attente. Si vous êtes aujourd'hui, c'est des un déjeuner. 除了小学和学前 小学一年级和学前班 可能还有几个名额 那么另外一点呢 比较重要的就是 所有的六年级 在夏拉曼的学生呢 他们都会自动进入中学 那么像是六年级的学生 目前呢 是每个班35个人 一共有四个班 一共140个人 这些人呢 都会自动升到中学一年级去到 所以呢 今年如果说去申请夏拉曼 年考试的这些学生呢 考完了如果说被录取了 他的名额呢 是自动放在等待名单里 但是呢 大家不用担心这一点 说现在是不是考完 直接就进入等待名单 没有很大机会 机会还照样是有的 因为每一年六年级 升到中学一年级的这些学生 有可能他的名额 是会在学期中间会空出来的 比如说140个人 可能按照我的经验 像去年前年 夏拉曼年这边给我们的数据 大概是六年级 只升上来了90个人左右 那么可能是班级不够满 或者说有可能是 有一些班家 或者考到其他学校去了 所以正常情况下 每一年大概是40到50个 名额左右可以的 那么这也是给大家提这个醒 如果孩子现在还不够 年龄没那么大的话 可以去申请 这个小学 那么因为小学的可以自动到这个中学里面 中学一年级 OK 就是第一次 pues 是 我安排 giving 你 就想 唸 就arto 是 以 teacher 是 是 有 那麼 是 就是 visible 呀 或 后 clapping 是 比坦中的 tension 是用美 issue 就是需要 用海・唯英 일본 基睫大 iyoruz 乎�車 eto verses 二日 二月 二十 regional 我们需要 comp GU 主ор�� nosso 语 并 新 中 四 五 moved ass 一 Et quand le bulletin final de cinquième année sera émis par l'école, il faut nous l'envoyer. Et les bulletins de sixième année, il faudra les envoyer éventuellement également. Donc, ce qu'il faut comprendre, c'est que tant que la candidature est en cours de processus, tant que l'élève n'est pas entré chez nous, il faut soumettre les bulletins pour mettre le dossier à jour. Voilà. OK. Donc, même si on a réussi à avoir une place pour le premier secondaire, ils vont mettre quand même le bulletin pour la sixième année primaire, c'est ça? Oui, tout à fait. Donc, par exemple, si on admet votre enfant en première secondaire, il faudra quand même, il faut, en fait, c'est une condition pour que l'inscription soit maintenue en première secondaire, c'est qu'il faut que les bulletins de sixième année nous soient parvenus. Et évidemment, il faut que les résultats en français et en mathématiques soient évidemment les notes de passage, 60% et plus. D'accord. OK. C'est, euh,剛剛說到了,就是,这个,成績单, ha. 成績单是这样的,我们会综合考量四年级,五年级的成績, 甚至如果说六年级开学的这个小生猪考试考完之后呢, 学校可能还会需要家长把六年级的成績也提供, 所以说六年级也不要松懈, 那么四年级和五年级的这个成績呢, 我们是看最终的一个平均分的, 比如说四年级,并不是说上下学期, 这个,只看上下学期,可看下学期, 只看四年级,整个学年, 那么五年级也一样, 那,会把四年级,五年级做一个平均, 然后最后来看它的成績是这样的. Donc, voilà, j'ai expliqué tout à l'heure, on fait une moyenne entre, par exemple, la quatrième année et la cinquième année pour le résultat final. Donc, ce n'est pas... Ce n'est pas exactement ça, par contre, là. En fait, on a besoin des bulletins, OK? Donc, comme je vous le disais, la quatrième année et la cinquième année. Par contre, la proportion, juste qu'on premier votre question tout à l'heure, je m'excuse, mais en fait, la proportion qui prend en considération, par exemple, des bulletins versus des examens d'admission, ce n'est pas quelque chose qu'on révèle. C'est comme une recette secrète. Donc, on ne va pas dire qu'est-ce qu'on... quelle proportion on prend exactement, mais sachez que ce sont des pourcentages en français et en mathématiques, surtout, qui sont étudiés. D'accord. Donc, c'est seulement les matières mathématiques, français, anglais... C'est surtout ces matières-là qui sont prises en considération, oui. Oui, mais il y a un pourcentage en calcul pour la moyenne générale de quatrième année ou cinquième année. Par exemple, je vais donner une question. Il y a un exemple. Par exemple, on pense que les cinquièmes années sont plus importants, donc 60 % pour le cinquième et 40 % pour le quatrième. Est-ce qu'on a une SAV ou 50-50, la même chose? Comme je vous dis, je ne vous donnerai pas le pourcentage, mais il y a une combinaison qui est faite aussi avec le résultat obtenu aux examens. Donc, c'est différents calculs qui sont faits pour arriver à prendre notre décision. OK? Donc, autant des éléments du bulletin de quatrième année que de cinquième année vont être pris en considération que les résultats obtenus aussi aux examens d'admission. Alors, je vais vous donner un exemple. Alors, je vais regarder la question. 因为其他人的问题是关于数据的数据等待等 但是这就是一个问题我相信我们没有说过 在这个地步 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 请问 如果有未来的学生 如果是在学校中的学生 有什么成功成功,会有什么成功成功? 很第一个就在结束几分。 然后然后在加图房, 在设计归学生还是在三举? 很好的问题, 但我稍微追走这个问题。 而是这里, 有一点提供的关系, 往来到中央的事情, 从中央的第一岸来到第二岸, 第五岸, 太区的事情, 都要得到每个了60% 和最多的是 和文语词 比较决入 以外,可能要不要离开 这就是一个人 每个年 每个年 都能保持 在别的 τις马上 正教学院 文语词 20% 和 每个年 都可以保持 кор 对 ok 这里面说到了一点 就是如果学生是每一个学年 升到下一个学年的话 有一个最低要求是 法语和数学成绩 必须是在60分以上 ok 一 对 一 Vanier College Vanier, oui ce sont principalement ces cégeps-là donc John Abbott, Bois-de-Boulogne Gérald Godin Saint-Laurent et Vanier OK 好 我说一下 大家问到一个学生 以后一般会去哪些 cégeps 大学的话呢 那是根据 cégeps 所以我们不讨论 最近不讨论大学了 cégeps呢 大部分呢 会去到这几个 首先就是西岛这边 最好的这个英语 cégeps 叫Nabbott 是吧 另外呢 还会像是去到 Saint-Laurent这边的 Saint-Laurent Cégeps 以及还有 Vanier Cégeps 是吧 另外 在此之外的 另外一个 Saint-Laurent 的Guard de Boulogne 这个我们在 去年做过讲座的 这个也是一个法语的 非常好的一个 cégeps 接下 还有西岛的一个 法语的Cégeps Cégeps 离Ségeps 也很近 这个基基学院呢 这也是我们说到的 一个 这个 经常有趣的 很多很多的 Ségeps 的学生 最后毕业之后 大部分哈 就是可能是 过半的都是去了 John Abbott 这个英语Cégeps 所以 在Ségeps 的这个 语言的教育水平呢 是可以保证 学生的 英语和法语 都同等好的 OK 其他问题 如果非常具体的问题 待会我们可以 在群里面讨论 或者说 写邮件 写给 Madame Cégeps 那么 Madame Cégeps 的邮件 我们待会 也会在群里面 跟大家说一下 那么 这个问题呢 想问一下 小车的问题 这个情况呢 我会翻译一下 这个问题 OK 所以 所以你們要一直在中東北市? 超微不然他們不在這裏 對,就是了到東北市的地方 可以向其他地方 東北市? 是主要在東北市的東北市 所以在可多個地方 我们不去宇宙的城市 我们不去宇宙的城市 我们射在城市 我们射射的城市 在城市 像是 Pierrefonds Kirkland Beaconsfield Bédurphy Pointe-Clair Sainte-Anne-de-Bellevue Vaudreuil Dorient Senneville 我们在城市 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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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关于校车呢 最主要的校车呢 大部分都是 西岛的这些市政 可以提供有校车去的 最远呢 可以到 比如说 打个比方刚刚说到了 可以去到桑楼号 那么 还有另外一边呢 就是西岛以外的 Vaudreuil 就是西岛一出岛的 另外一个市政 也可以有校车的 那么像西岛这边的 Pierrefonds Kirkland 还有像是 Punklech 这些地方都有 具体到校车 是哪一个点呢 这个得看家庭住址 有些校车 可能会是在 您所在的 所住在的 这个小区的 有一条路上 一个地方 或者说是在 某一个确定的点 但是呢 这个都在开学之后呢 可以跟大家去说一下 OK 或者其他問題 我已经说了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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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多多人 150多人 我们能等到 190 190 190 我还没看完 但是 很感兴 这就是 是朕晴 所以 我们将来 到下一集,我们将会来与其他一集的节目 可能在一一天 每个人都可以来 但是这就是了 我们的事 但是谢谢 非常非常